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我是陈明君 带你来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基隆过去 因为港口有很多的船工 所以周边的巷弄内 藏着相当多 代代相传的美食老店 像这一家 超过一甲子的面店 小个短袜 干绵一碗只卖25块 但制作毫不马虎 从炸红葱头的猪油开始 就是自己练的 还有Q弹入味的卤猪脚 跟鲜香的扁食堂腾等 都是超划算的铜板价 很多在地人从小吃到大 多年不变的古早味 让小店总是人潮满满 小小的煮面摊味上 各种炉好的食材 一刺排开 香味随着蒸腾的热气 窜向鼻尖 虽然外头下着阴冷的细雨 但店里热闹得很温暖 每个人桌上 都是一碗 鱼棍棍的面 配上些现切的卤菜 这简单的好味道热到大碗 很多人一吃几十年 吃大碗二十年 吃这么久喔 为什么都来这间 好吃 大碗 蒸豆 它就是不贵 但是又可以维持很好的品质 我觉得算很难得 一百块就可以吃非常非常饱 干面一碗二十五 卤豆腐一份二十元 不只铜板价吸引人 这里还有个特别之处 不同于一般面店中午才营业 每天一早天还没亮 刘以礼夫妇两就到店里着手准备 早上七点准时开门做生意 他因为他说刚好基隆港新生 阿玛都说得多 他基隆算是传运的来讲 那个上班跟是也是很多人 早上差不多五点半开始 忙到晚上九点来回家 就到前天班 当年刘以礼的爸爸在这落地生根 钻做码头船工的生意 每天都是一早就开始煮面 起初只是个小摊子 船程超过整整一夹子 到刘以礼街坊才有了店面 记者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基隆 像这条巷子就夹在两侧的公寓间 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防火巷 但其实短短几十公尺的距离 就藏着很多美食老店 这是因为基隆有三大特色 就是路小 人多 加上下雨的天数也很多 所以很多有历史的老店 都是藏身在像这样的小巷弄里面 离码头只有短短五分钟路程 但藏身小小的巷子里 不是航阿来的还真的找不到 面摊前刘以礼煮面带着护物镜 避免直接接触滚烫的水蒸器 只见它动作俐落 不靠计时器 而是拿着长长的棍子 把锅里的面条翻来覆去 煮的口感要恰到好处 全凭经验 这个棒子是感觉面条 感觉面条的软度 因为它使用气又改变的话 温度 温度的高低 面条有时候会不大一样 好温喔 还有那个湿度也有关系 所以当天来面条 都会跟前天可能会有点差异性 对 都这样 所以你要凭你的亲眼去判断 除了面条要好 招牌的干面灵魂更是在酱料上 提味的红葱酥 重砸红葱头用的猪油开始 就都不假他人之手 全都自己练 你什么都买现成的 你不知道它源头是用什么东西给你 所以这种东西 红火公公下来 六十几年前 都这样自己练做 猪的背部 你看它的油非常的白 非常的结实 它油脂炸起来非常非常的亮 要炸出透亮的猪油 至少得花上一小时 过程中要拿着大锅铲 不时翻炒 确保受热均匀 炸出来的油才不会有苦味 费工的过程一克都马虎不得 这小锅 这炸二十斤 我平常都是五十斤 一个大锅 一次炸一百五十斤 三个大锅这样子 你锅残那么大不是很酸 奇怪了 你们看我手臂这么粗 都长肌肉了 不用去健身了 你们看 再把红葱头下锅炸出香气 干便拌着葱油香 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搅拌后金黄面条 吸附酱汁 每一口都是记忆中的古早味 口感很好 然后就是有家乡的味道这样子 本身是鸡龙人 然后就从他来这边吃 我觉得它的干面蛮Q的 然后又不油 但又有味道 就是有葱味 好快 怀旧的滋味让人吃不腻 刘依丽守着老爸家传的功夫 他从国小就跟着学煮面 懵懵懂懂的他不觉得苦 但老爸却不想他做这一行 我爸爸是希望我去做别的 比较轻松不会那么累 这冰箱什么季节啊 夏天 里面刚会都吃几度以上 那我们就面煮的时候 全身都吃了 对啊... 我们都汗流加倍了 后面衣服都吃掉了 真的喔 对 夏天最辛苦 比起过去 做贸易进出口业务的工作 现在面摊前一战 热烘烘的蒸汽扑面而来 整天下来得站上十几个小时 但好在累归累 刘依丽的背后 始终有个最强力的好帮手 我只是负责煮面 然后他也就负责客人照顾 需要点什么 他去控制一下 他让他下止音 我就赶快煮给客人 煮面这功夫 是刘依丽的主场 其他部分就都拿不到减币单 他结婚后从二十八岁 就开始跟着先生打拼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公公生病 那我公公 他最放心不下就是 他这个面坛 跟他这个面坛 他就跟我讲说 希望我能够把工作辞掉 回来帮我先生 那时候又不能适应 每天站十六个小时 第二天要下床都没办法下床 整个脚跟都走了 把辛苦都往肚里吞 婚前不会做菜的减币单 硬着头皮跟着学 现在处理起这肥状的猪脚 也是小case 汆烫完放进加了冰糖 跟酱油的老卤汁 卤上一个半小时 让咸甜的滋味 盛进肉里 冬天跟夏天 他滷的暖度不一样 他夏天要稍微硬一点 因为夏天的天气热 他不会硬掉 那冬天的话 他天气冷 他冷风一吹 他会硬掉 所以要滷稍微烂一点 用骨法滷猪脚 要经过水煮 再滷 再闷 全程都要小火慢炖 才能保持猪脚本身的Q度 我都是用这根筷子 下去摸它 然后它的笔本身已经烂了 然后OK了 就再关火 再给它焖 乳头的猪脚表面 染上焦糖般的酱色 每一块都谈得有量 吃进嘴里咸香够味 肉质扎实却不干硬 基隆的猪脚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清炖的 一种是红烧的 红烧的就是这家最好吃 因为我平常不敢吃猪脚 但我觉得它的比较不会油 然后它的就是瘦肉的比例 也蛮高的 对...然后蛮嫩的 好滋味一传十 十传百 香洞里的小店 现在每到用餐时间都人潮满满 我来用好了 我来用两分就好了 夫妻两一个负责煮 一个负责招呼客人 动作俐落准确 这好默契是几十年的岁月里 一天天磨出来的 过去年轻时也曾有过 吵吵闹闹的时候 先公司起比较忙碌的时候 要是一个环节没错的话 配合差一点点 难免会讲话大声点 那我太太就有点受委屈 我还记得一次最好笑 那时候真的好生气 拿了五百块放在口袋说 我要坐火车回家 我要离家出走 还没有走到火车 这样想一想 不行啊 放他一个人怎么办 那么可能 还是又走回 个性温和内敛的减碧丹 把委屈化作对先生的体谅 多年来点点滴滴的酸甜苦辣 就像包藏在扁食里的内馅 他巧手一捏完美成型 看起来你觉得我包得 很简单对不对 很容易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诀窍 你要抓住它的点在哪里 然后就是你包 必须中间是有空气的 所以你包起来你的东西吃起来 才会有肉汁 然后又不会硬硬的一坡肉这样子 扁食煮进大谷高汤里 滋味清爽鲜香 配上一盘卤好的油豆腐 跟基隆特产的脊骨啦 带有嚼劲的口感 越咬越刷脆 我本身就喜欢吃 然后他们家的汤头也很好 然后饭饿也很好吃这样子 味道都一样都没有变 要照他爸爸那个 胡华做的骨的味道都一样 都没变 这样才会吸引客人 这老客人很久没来了 比如说野鸣啊 他就搬到外形式去了 他们就回来 然后想到都回来基隆吃一面 那我都问他一句话说 我现在煮的东西 跟我爸的口味一样吗 他们给我一句话 我听得很心悟的 比跟你爸的东西 味道都一样都没有变 至少让我爸妈 至少说 我没有浪漫很柔气这样 我爸没生意气 不变的滋味代代相传 这碗樸实的面 没有华丽浮夸的妆点 却藏着夫妻俩最深的情感 跟多年来老店最深的人情味 我来说 你怎么看 我来说 去看 你不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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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来说 你不应该说 你不应该说